很多小伙伴还想看Max的版 阳光预算随机植物战江王 今天继续安排 首先随机植物 仙人掌 大拍咕 魅火咕 看到这植物 仿佛看到江王倒地的样子了呀 不废话 僵尸博士怪直接开 三种植物直接开启二技能 每颗植物咱们先来五颗 首先仙人掌来五颗 二技能的仙人掌 当有僵尸砍它的时候 会有反伤的作用 所以说咱们把它往前种一点 然后大拍咕的二技能 会召唤一只魅火的小鬼雕尸 还算不错 最后的魅火咕 二技能会直接召唤一个 魅火的橄榄球大爷 这个大雕尸模式 可以说非常的强 每种植物种五颗 现在咱们直接开启 本局的竞猜 本局挑战你是支持植物呢 还是支持雕尸呢 如果支持植物 可以弹幕抠君仔必胜 如果支持雕尸 可以弹幕抠金安王必输 节省时间 咱们直接来到姜王的第一次低头 这个姜王低头前 脸上的一触裂骸就被打出来了 这说明咱们这五个魅火的橄榄球大爷 伤害很高呀 僵尸模式第一次低头 一个冰球突在了第四路 这样的话 咱们只丢失一颗仙人掌 一颗大拍锅 问题不大 哎 这橄榄球大爷给力呀 这僵尸模式第一个回合刚起来 满身的裂骸就被打出来了呀 这个时候咱们做个试验 看看从现在开始咱们不中植物 能不能打倒这个僵尸模式呢 这第四路的天同僵尸 有点危险呀 甘蓝球大爷 给力呀 听说这个版本还有能量斗 这植物开启二技能就这么牛皮 再吃能量斗 这僵尸还怎么玩呀 好了 我是君仔 点关注咱们下期见 我认识了 词 伍 伍